各位玩家好,我是林隱 9月13日星期五早上8点 到9月16日星期一早上8点 72小时史上规模最大的斯普拉顿祭典 战斗与音乐融合为一体 大型祭典将在世界各地同时举行 莎莎、漫漫、鬼扶三位记者将为我们带来大型祭典卧底报导 首先是舞台 记者慢慢报导 祭典会场正有规律地进行建设 在什么都没有的荒野上 竟然搭建出如此华丽的场地 咕,好兴奋啦 接着是会场 嗯,这是什么样的比赛 请注意大型祭典期间 您将无法游玩战地斗士以及使用amiibo感应 而且也无法搭电车到其他城镇 amiibo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大型祭典的会场 这个会场是蛮豹镇混沌街附近的广大专属祭典会场 这次和许多摊商合作设立了专属的小吃摊和文创摊位 玛娜游舞、万儿姐妹和鱼江帮将在三个舞台上进行现场演出 第一个舞台是最大的舞台 巨棒舞台 最大的live舞台位于祭典会场最后方 在祭典的后半段将会 接着是海螺舞台 祭典会场唯一的室内演出live舞台 位于拍照区的后方 最后一个是海胆舞台 面对祭典会场入口广场的live舞台 广场上设置投票所和拍照区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投票所 在祭典会场或城镇广场设置的投票所 为支持的偶像投票 我们再来看一下会场外的接驳巴士 从祭典会场前往战斗场地没有设置大厅 请搭乘车站前的接驳巴士 也可以从主选单移动 接着是祭典鬼符报导舞台摄影 大型祭典期间 可以在舞台前的神教上拍照留念 只要祭典等级达到永远的派 就可以拍照 如果永远的等级继续提高 就可以用升级姿势拍照 祭典鬼符继续来报导摄影姿势 Yeah 当你在拍摄纪念照时 一定要尝试鱼江帮的姿势 什么 如果你持有DLC扩展通行证的话 将可以摆出麻辣油物和万儿姐妹的姿势 记者莎莎继续来报导准备季时间 大型祭典准备季已经在9月1日上午8点开始 大家可以仔细考虑要投票给哪一个阵营 在准备季期间 蚂蹄镇混沌街道上会忙于准备祭典 我们可以看到有大型的看板 以及七位偶像的旗帜 记者莎莎继续来报导会场视觉概念 我刚才前往祭典筹备管理总部观赏的会场的视觉概念 主题是和谐 破坏与创造 整个会场尾由著名艺术家设计 我们非常注重音响效果 期待在会场一起同乐 记者慢慢来报导三个大舞台 祭典会场总共有三个live舞台 首先是可以近距离欣赏表演的海胆舞台 接着是拥有大型特制帐篷而备受瞩目的海螺舞台 最后就是超级大型的巨棒舞台 大家可以在每个舞台之间自由移动 记者沙沙报导搭建施工舞台的公司 大型祭典场地的搭建工程将由石狗宫社长领导经验丰富的团队负责 社长先生 你的表情太严肃了 来混沌街逛逛吧 米卡刹车诸诗会社社长兼任董事长三立子破海 带领着团队来建设每一次的祭典 这次的大型祭典也是由同样的团队来带给玩家兴奋与感动 记者鬼服报导服装设计 我们也参与了祭典服装的设计 可以从众多设计理念中去选择也太帅了 让我们在练习五步时更有动力 大会通知 关于大型跑时间接近的预报 熊先生商会通知我们 下一次大型跑 很可能会在大型祭典场地发生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大型跑的状况 仔细评估会场内的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 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是否举办祭典的决定 如果有任何资讯更新 将会透过祭典特别网站和 斯帕顿官方推特X官方帐号通知您 恳请广大玩家们配合参与大型跑的事件 确保大型祭典能如期举行 大型跑预计时间为 9月7日星期六早上8点 到9月9日星期一早上8点 将会提供熊先生的雕像特别报仇 这次熊先生也特别提供我们黑色的打工服 只要在数语上进入游戏新闻 打开这篇由于研究所发布的新闻 接着到大厅中去领取 就能获得黑色打工服 换上黑色打工服之后 看起来还蛮帅的 接着记者慢慢来报导现场演出曲目 今天我们将要揭晓祭典前48小时的现场演出曲目 最后24小时将是最强组合 Now or Never七人组带来的特别现场演出 这个是大型祭典演出时刻表 大型祭典的前半段 三组偶像每唱完一首歌 就会前往不同的舞台 音乐节后半段 三组偶像将齐聚大型聚棒舞台 音乐节结束后 三组偶像将再次分成三个舞台 以歌曲表达对参与者的感谢 每唱一首歌曲 就会前往另一个舞台 接着是Now or Never七人组 包含对过去 现在和未来思索的新歌 时光部落 终于正式公开发表 请一起欢唱吧 舞蹈灯光表演与强大的音响效果 将使祭典当天更加激动人心 接着这个是新歌曲 时光部落的歌词 以及中文翻译 记者沙沙报导 三色夺宝对战舞台 大型祭典期间 三色夺宝对战 从祭典开始就可以对战 在前48小时内 每2小时就会更改对战场地 在祭典的最后24小时 将会在特殊舞台 大门腿竞技场上演特殊的三色夺宝对战 一旦夺得第二个超级信号 支持队伍的啦啦队 就会冲进来提供华丽的支援 我们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接着这个是三色夺宝的上半场 与下半场场地的资讯 记者鬼佛报导特殊比赛 顺道说一下 十倍竞赛和海螺争夺战的发生机率 似乎会比之前的祭典增加一倍 这个意思是说 参加到百倍竞赛的机会会更多吧 哇 看来这将会是一种非常火爆的祭典 记者慢慢报导大型祭典准备季正式开始 盛大的大型祭典准备季正式开始 大家都已经投票了吗 每个人都只能选择一队 可能会有选择困难症 嗯 就随心所欲吧 记者鬼佛报导特别的装备 为了配合盛大的祭典 战斗友云会赠送给大家特殊头饰 可以和我们佩戴同款的头饰 这张纸写了什么 从任天让Switch中的鱿鱼研究所新闻进入 慢慢的假发 以及鬼佛的头饰 并且还会提供三组队伍的名牌背景 记者沙沙报导聚棒舞台合照点 聚棒舞台有一个工作人员专用音架 但是很危险 爬上去就没有空间移动了 另外二楼好像还留着相机和脚架 嗯 这可能是完美的拍照地点 但是 记者慢慢报导现场欢呼 在大型祭典现场你可以欢呼 按下方向键即可 就是这样 嗨 yohu yeah 碰碰 记者鬼佛报导免费接驳车 大型祭典场地入口外有提供免费接驳车 欢迎多加利用 也可以从主选单移动哦 雪梨的任天堂Live2024在最近举办 大家可以使用任天堂Online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从大丁社会上获得雪梨任天堂Live的纪念名牌 大型祭典主题是重要的是什么 过去队是由马拉游屋的小女和小姨李军 现在队是由万儿姐妹的小妻和饭田李军 未来队是由鱼江帮的莎莎 曼曼鬼扶李军 这次官方有设计三个队伍的应援档案 大家可以到官方网站去下载这些应援档案 之后就让我们来满心期待 Now or Never 七人组的精彩演出吧 这部影片就先到这里 若您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分享我的频道 并且按下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 我是林颖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